中文跟英文的語法 是不一樣的 那我希望藉由UVT 然後我想你們可以做一些動作 比如說我在講說 像我們英文的語法 那中文的語法是不一樣的 那中文的語法不一樣 比如說 我正在跑步好了 OK 我現在正在跑步 那我們中文是寫我現在正在跑步 那但是我們如果是英文的部分的話 就會把現在部分可能會移到後面去 我正在跑步現在 不等等之類的 那我想老師去判斷 就是在這個語法的部分 中文跟英文的不同 那等一下我會秀出PPT 如果老師認為那個語 可能是英文可能是中文 但老師如果覺得那個語法是正確的話 就請你給我一個圈 用你的就是兩隻手縫一個圈 電視上都有看過吧 不難吧 OK 那如果錯的話就打岔 對 那有遲疑的話我就知道 他在猶豫了喔 對 好 OK 那我請語言老師幫我放一下那個 他在跑步那個 聽不聽 好 欸 那個反應要快一點喔 OK 開始 語法是對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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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中文來講 對中文 對中文來講 對啊 是對的就怎麼說 對啊 人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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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麻煩喔 你 好 下一個 下一個 謝謝 那我先進完 OK 下一個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答案解測 剛剛有點快不好意思 解測時間 沒有 好 第一個 他在跑步 對嘛 沒有問題嘛 OK 好 再下一個 我是一個快樂的人 也沒有問題對不對 OK 好 他吃了三顆蘋果昨天就錯了對不對 因為這是中文不是英文 如果是英文的話 我們的時間不只要放在後面 就像他這種方法 但是那中文不一樣 他昨天吃了三顆蘋果 right 好 下一個 如果你去上 喔 如何你去上學 如何你去上學 你如何去上學嗎對不對 好 下一個 I like to play a place to go 誰可以跟我講哪裡錯 傻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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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play 夾安局 OK 用不定指 或者是用後面指的方式 OK 好 下一個 I like to swim 對不對 剛剛好 大家很生長 啊 過去是吧 OK 好 那就過去是吧 OK 所以我過去是嗎 OK He not has a girlfriend OK 沒有嘛 對不對 那記得什麼 這個是動詞嘛 有動 注動 所以這裡要有一個注動 Alright 然後注動後面所有的動詞 要現出圓形 所以 has 要變成 can OK 很好 下一個 He is a student 哪裡錯 大學 只是大學 OK 那個這個都錯 好 然後再來 He has eaten lunch 對啊 錯 剛剛有一些人有增長 OK 所以這只是怎樣 現在完成字的部分 吃了午餐了 好 She is loves you 錯對不對 兩個動詞 一個是B動詞 一個是一般的 好 好 那這樣子大概沒有問題啦 應該好 所以老師跟 老師跟小孩子 有時候會跟他們提醒一下說 中文的語法跟英文的語法不太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了 看你們的表現得很好 好 那下個部分呢 我們來看八大詞性了 剛剛前面只是一個暖身而已 請老師 貝琳老師幫我發一下 好 我們首先來看 來 英文八大詞性有哪八大 來 第一個是什麼 名詞 名詞對不對 代名詞 第二個 第一個是名詞 第二個是代名詞 好 第三個 好 再來 形容詞 再來 負詞 再來 負詞 好 再來 連戒詞 再來 敢犯 敢犯 這些都很熟對不對 平常都用得到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舉一些例子 我請老師來舉一些例子 來喔 我們第一個講到的名詞有哪些 它上面寫人 事、時、地、物的 皆為名詞 那我請老師來舉例子喔 東美 講出一個名詞給我 你就是 隨便一個例子 B B 好 B也是一個名詞 好 那那個 我嚐一看 立文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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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好 然後還有什麼 呃 繡扒 我 我 OK 很好 那其實這些都是 呃 名詞的部分喔 那名詞的部分我們又有學到什麼 可數名詞、不可數名詞 還有負數型的名詞 對不對 那看一下 所以名詞總共還有分成 可數、不可數跟負數的部分 那可數的部分就是比如說什麼 有time、getter、book、print 還有其他的 對 那那個time的部分呢 如果我們是在講時間的話 當然它是不可數的 但是如果我們在講次數的話呢 它是可數的 所以呢 我們常常在判別一些詞性的部分 必須要有前後的 然後我們才會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樣的詞性 所以那個前後我的部分還是要去理解 然後再來不可數的名詞有哪些 就是milk 然後pizza 然後mangos and其他的 ok 好 但是mangos 它也可以算負數的 ok 所以是 你知道 不可數的 ok 它兩種都可以 好 再來負數的名詞部分 我們最常見到的是什麼 people對不對 然後classes 其他的 這樣可以喔 好 再來我們來看大名詞的部分 這樣就太簡單了 我就不問你們囉 這是第幾課的 第二課的齁 初上第二課 大家都學到中校的就已經忘記前面了 好 ok 所以這個是初上的部分 那我就不講了 這是大名詞的部分 再來我們來看動詞的部分 有哪些是動詞 請老師來舉例 梅花 動詞 對 動詞 好 很好 珊珊 喜歡 喜歡 ok 很好 秀滑 蛤 吃 ok 很好 宣如 玩 玩 如果你要跟我講說 我唸錯臉名字叫玩 是不是 好 ok 好 那這樣很好 大家其實都很清楚了 那就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動詞的部分呢 除了我們的一般動詞之外呢 還有我們的V動詞 這沒有問題啦 然後甚至有的人會把 吐動詞也歸了進去 好 ok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形容詞的部分 那就很簡單 形容詞的部分 有這些東西 那這些所有幾乎都是我們學過的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那比較會有問題的是什麼 形容詞下面是什麼 副詞對不對 副詞我們在中上的第八課有學到 有的老師考了好幾次才考過 ok 好 那這個部分大家不知道還有沒有記憶 我來考一下那個 秋晴老師 對副詞的部分 有哪一些副詞 我可以提出一個意思給我們 副詞的部分 快樂禮 快樂禮好 ok 好 很好 對很好 沒錯 好 那那個美甄老師 健康禮 健康禮 ok 很好 那這些就是副詞的部分好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介系詞的部分 主要介於不及物動詞 與受詞間的連繫整句的字 ok 所以介系詞有哪些 對不對 of l for ok 那介系詞或副詞的部分 其實也是要看前後文 所以有些詞它還是可以當其他詞性用 那當時都是同一個字 還是要看前後文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再講到 所以我先大列代過就好了 然後再來是連接詞的部分 連接詞的部分就更簡單了 我們請那個惠平老師跟我們講 惠平 and and ok 很好 然後再來我們請 分文 but ok 很好 所以這是最常見的部分 好 這是連接詞的部分 有轉折語氣的 然後再來是感嘆詞 ok 我們常常會講的 oh 或是ouch 或是woops 這些都是喔 再來我們來看罐詞的部分 欸 我如果講太快要跟我講一下 因為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我就就這樣子代過戲 對 我看 你們大概要知道一下 然後再來是罐詞的部分 ok 一個是 一個是and ok 誰可以跟我講什麼時候要用and 舉手喔 舉手跟我講 修華 我看到了 修華 就單字的字首要用那個就是a e i o ok 是母音的部分喔 好 ok 那我要問你們一個問題囉 可以 粉餅喔 那 要給你了 不知道要拿一下 那 如果說我們知道就a e i o u 那 老師都會教小朋友畫那個嗎 a e i o u 然後 mommy mommy and love you 我媽媽長的臉好長喔 然後呢 我們就會知道什麼是母音的話就要 比如說什麼 and after 所以它是母音 and 所以呢 我前面的那個罐詞的部分 我就不需要用and ok 那如果說今天 今天是這個呢 我還用什麼 燈文 and 對不對 ok 很好 因為呢 它不是看這個喔 它是聽它的發音 out 所以它是母音為首的 ok 所以老師們都知道好 很好 好 這就是剛剛我們講的罐詞的部分 ok 然後還有我們常常會講的 he is the father ok 所以是用指定的 好 它就是那個辦法 所以那個呢的部分 然後但是我們不是所有的時候都要加了 比如說我們三餐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說什麼啊 我吃了 我吃了 ok i ate 我就不會加了 在那個break first的前面 ok 然後但是我們提到全體的時候 我們會加了 比如說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就是那個在教室裡面的孩子 就是學生們這樣子 我們就會加了 因為我們是有指定的 講整個全體的 我們就會加了 這樣一點沒問題啦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很簡單一個部分 就是文法的基本具構跟句子書寫要點 這個都很簡單 大家只是在提過 來 第一個我們來看 我要請梅佩老師幫我們唸第一個 要用大聲一點 麥克風的 2級 是這個 對 沒錯 好 基本具構一定會有S和V 也就是主詞與動詞 動作也就是發生的事件 主詞也就是事件的主角 主要以名詞為主 ok 好 所以呢 基本具構一定會有什麼主詞跟動詞 然後再來書寫要點有哪些 我們請 東美幫我們唸一下 好 大寫 一定要大寫 尊有名詞 原名 尊稱 地名 國名 特殊名字 第一字 原稱代名詞 是一支所有聚首的第一個字母 很好 謝謝你 好 所以專有名詞有哪些 請老師舉例給我 我們請宣如舉一個例子給我 對 專有名詞的部分 發聲音 噢 人力喔 好 好 喔 喔 喔 突然跑出個台語 不好意思 好 老師跟我講說人名嘛對不對 好 那還有什麼 可樂 可樂 ok 很好 他已經有名叫ok 變成一個專有名詞了 好 然後再來 人稱代名詞的部分我就不講了 就是我們講的那些 阿裕裕那些有名的 ok 然後所有聚首的第一個字母 ok啦 我們小朋友都會怎樣 我們在初階的小朋友都會忘記 我們一個句子的句首的第一個字母 第一個 letter 要大寫 他們都會忘記 所以我們都會提醒他 那我就會很習慣就是 孩子只有在一個句子的 句首的那個字的第一個 letter 才需要大寫 那像他們在考一些其他的中發音啊 或者是只是單字而已 我就會都講說那你就多想寫 除非他是專有名詞 比如說 American 我才會叫他大寫 不然其他我都跟他們講是小寫 我要讓他們分辨的經理說 只有什麼時候才需要大寫 他們只要寫那個地方 那其他地方都是小寫 除非是其他特殊的專有名詞 或是人民等等 ok 那這一點是我都常常會提醒的 好 再來空格的部分呢 什麼時候要空格呢 第一個我們來看 字跟字之間 或者句子跟句子之間呢 必須要留空格 沒有問題喔 因為老師我們平常都會打什麼 握著檔對不對 那我們就知道一個字打完了 我字打完會空一個 ok 我會按一下space 那如果我有一個逗號結束 就是逗號結束完我也會再空一個 然後再打下一個 下一個字 但沒有問題喔 然後再來是什麼 標點符號的部分 直遂句的句為為句句號 這個應該沒什麼問題 好的 翻過去吧 好 那因為我們剛剛講完發大詞性 那現在想要讓老師們藉由就是查字典的部分 去查那詞性 因為其實有查過字典的老師舉手好不好 你們在家曾經自己查過字典翻過的舉手 幾乎是每個老師都有 但是因為現在很發達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問小朋友的話 他可能都沒有人舉手 因為他們都直接查那個 Yahoo的字典就很快了 都把它真的翻很久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可以繼續翻字典的話 裡面有更多 就是比網路上更多的例子 可以讓我們知道他的使用方式 所以其實很好 對 因為網路上有時候他並沒有寫很多 所以我覺得查字典很好 而且有時候查一查 其實我會發現會查上演的 我一直覺得 我應該來辦查字典比賽 對啊 對 我一直覺得會很好玩 好 那現在 因為有請每個老師帶字典對不對 可以把字典拿出來嗎 我們來念其查字典 因為有些老師才沒有查過字典 字典的 對 第一個請大家查那個 book 查到的人你就舉手喔 好像在查字典比賽 等一下 很壓力 哇 阿滴太厲害 你是怎樣 很神 就是你打開就剛好看到他 對啊 沒錯 是在上面 大家知道什麼查字典嗎 很好 好 你的其他的人 好 跟文太厲害了 可是剛剛是查 所以我在查字典 大家知道 千草兵 然後他會 順序 對對 他會有順序 然後再找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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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找到了 老師可以看我一下嗎 好 好 再等一下 那個老師還不知道 對 我們是要查他的詞性 然後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不同的解釋 就是他的用處 其實他詞性就不一樣 他可以是動詞 他也可以是名詞 對 有點余慧幫我們分享一下 他所查的是第三個 因子 因子就是可以當作受詞用 嗯 然後他還適合代音詞 他如果他放在去的時候 他可以當作詞 放下來看 好 謝謝 好 好 剛剛余慧講到了 他可以當受詞用 比如說什麼 I like it 對 對不對 那主詞的部分 就It is a dog 好 然後還有什麼 Walksit 對 剛剛有講到主詞 so so 詞 然後還有 有 代名詞 代名詞 OK 那好 那他也是代名詞 OK 主詞就是那個代名詞 it 好 那下一個 大家都有聽到了嗎 下一個我們請東美 東美是介紹 enjoy 好 好 給你 最後是集慕動詞 那是一個 三種 就是 有三種意識 是一種是享受 享樂還有欣賞 第二種是樂於做什麼事情的意識 第三種是享有 或者持有 享有一些 或者前面的意義 或者持有的意識 好 好 謝謝你 OK 我們知道享受怎樣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單字 一個一個動詞 那我們一般常用它是動詞 就是享受 那後面要用什麼 動名詞 很好 這個就是一起記起來 我背單字的時候 我會很習慣把它的習慣用法 就是後面應該要接什麼樣 詞性的不定詞 或者是動名詞 就順便一起記起來 沒什麼技巧 就直接記起來就對了 好 再來我們看第四個 我們請梅珍老師幫我們做分享 那梅珍老師是第五個 好好 他只是一個連接詞 哪個字 哪個字是個 因為它是陳述說 他為什麼會喜歡做這件事情 例如他喜歡打包 是因為什麼 因為他喜歡 就這樣 很好 所以你們聽到 because是什麼詞性 連接詞 然後很好 大家輪到上課 那我們請梅花分享 Hansom Hansom這個字是形容詞 他是指男生很帥啊 英俊這樣子 然後女生是可以指身材不錯啊 很有活力 而且以太很高貴的 高貴很好 所以呢 所以呢他除了英俊之外 還有在講到以太很高貴 或者是很深啊 所以呢 Hansom如果被人家這樣講的話 真的是很榮幸 對好 那我們請宣儒幫我們講下一個 下一個是 a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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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呢 他是動詞的意思 當動詞他有到 就是來到 比如說到達次散 那也是時間 時間到 或者是到達到達到達哪裡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意思是 成功成立 好 謝謝 拿到那個 OK 找不到 還在 Kazano 因為我們請莫妮老師來幫他 好 謝謝 趕快幫他找 好 那給他做和尚 是 看一下 安全一件啊 有沒有錄影 あの 是 OK 5 4 5 5